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因为苦瓜味道比较苦 所以很多人不敢吃 下面这几个小窍门就来帮您去除苦瓜的苦味 而且不影响口感 营养也不流失 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去除苦味的方法 苦瓜的两头切掉 再从中间破成两半 取一个小勺子 把里面的壤子去掉 大家看 这里还有一层白色的膜 再用勺子多刮几下 白色的膜去得越干净 苦味就越低 整理干净以后 把苦瓜切片 切好的苦瓜 装到一个大碗里面 再撒上食盐 用手抓几下 让苦瓜都均匀地沾上盐 然后让它腌制十分钟 不需要太长时间 以免营养流失 十分钟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苦水都腌出来了 然后用清水冲两遍就行了 这样不仅让苦瓜的苦味大大的降低了 而且也不会影响口感和营养 第二个去除苦味的方法 把切好的苦瓜片倒入开水 让它泡两分钟左右 注意时间不能太长 这个方法可以彻底地去除苦味 但是会流失部分的营养 开水泡完两分钟以后 再用冷水漂起几遍即可 从养生学的角度来说 苦瓜被誉为脂肪杀手 对减肥有奇效 那么这里我们来做一道减肥的苦瓜美食 方法特别简单 准备一根苦瓜和一根香蕉 苦瓜去头 然后切成两半 把中间的嚷子去掉 烧一锅开水 加入一勺食盐 苦瓜放进去 苦瓜放进去 焯水两至三分钟左右 大概苦瓜有点变色就可以捞起 过一下冷水 把香蕉塞到苦瓜里面 现在切片 上面再黏上蜂蜜水 现在做好了 一点也不苦味哦 鸡美味又能减肥 您也快试试吧 如果您有更多的方法和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也欢迎分享转发 好棒的更多人 谢谢大家